今天转到屏东 屏东的胜利新村盲工之后 带来不少观光人潮 而今天早上他们更邀请了很多名店 利用屏东的在地食材 亲自料理一整桌高档料理 举办将军宴 并且在宏洞中大力推荐 从日本引进的圣罗勒茶 请来旗袍美女助阵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玩 上菜上菜了 旗袍美女端着菜 将一道道美味佳肴摆上桌 桌上的每一道料理 全部都是由屏东 顺利新村民店主厨一手包办 特别设计了这几道屏东在地食材 发扬就是从产地到餐桌 然后来设计这一道就是将军院 桌上的木炭烤拳机 也是这次将军宴的主角 金黄酥脆的外皮鲜能欲滴 让人看了垂涎三尺 中国人在宴客的时候 就是无稽不成宴嘛 那我们这一道菜会摆在前面 阿汉斯厨创办人 结合屏东在地食材 搭配眷村料理秘技 出了一桌好菜 但其实除了江军燕 这次活动还有另一项重点 然后圣罗勒就是做茶饮的料理 竹林有机农场出产的圣罗勒茶 因为口感清爽 被阿汉斯厨大力推荐 而创办人黄淑女 其实大有来头 她有绒毛 对 她有绒毛 原来她在2020年 获得劳动部举办的 维行创业楷模奖 此去美容美法教职员的她 全心全意投入有机农场 目前拥有7公顷多的农根面积 这次与阿汉四处洗手合作 成为活动的全新亮点 就是希望能为顺利新村 带来更多观光人潮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